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么摩羯座的朋友呢也是跟合作有关 可能会有一些很不错的对象来跟你洽谈 因为它是对你感兴趣嘛 所以它提出对你蛮有优惠的条件 那么我们来看感情的部分有四个星座 那就是金牛 狮子 水瓶跟双鱼了 感情部分呢金牛座又可能遇到一些麻烦事了 的确人事的关系呢如果有人对你不爽 第一个当然你遇到很机车的人 第二个有可能你很白目有到别人了 这就是要当心的哦 其实你会越来越看得懂 也越来越有修正的可能 那么狮子座的朋友呢 则是好的 在感情部分呢你是蛮受欢迎的嘛 所以最近你自己是不是有一点花心呢 你要控制一下哦 那么水瓶座的朋友呢 一样别人爱你爱得要死 那么最近工作也比较忙碌一点 但是另一半会体贴你配合你 那身体方面呢养生也很有效果 那收尼座的朋友则是有职场练琴的机会哦 那希望你有练琴啦 不要只是睡在职场好吗 我们来看金钱方面有三个星座 那就是白羊 雙子跟巨蟹了 白羊星座的朋友 你可能会受制于他人哦 比如说很难要到钱 或者是有人欠你钱不还 或者是一直缩减你的预算 这是比较伤脑筋的 那双子座的朋友呢 则是会有这个机会 遇到大投资 那这一笔钱当然就有机会翻倍了 有这个诱惑来诱惑你哦 你可以考虑一下 因为你有点冲动 那巨蟹座的朋友呢 则是有升一阶 在金钱上升一阶 所以加薪 或者是有人找你 要不要猎人头 要不要到别家公司当主管 这是一个好机会哦 那么在健康方面有一个星座 那就是处女座了 处女星座的朋友 要注意精神困扰 比如说别人总是要求你很多 然后你又很想把事情做好 就会带给自己很大的精神压力 那这个精神压力 其实是可以 不要这么的负担沉重的 自己放过自己吧 以上是这一周的周报 请向哪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